講烏克蘭語聲援 律委戴上訂製口罩 譴責俄羅斯暴力 同時外界也說 中共藉此對台分化通戰 為了杜絕紅色滲透鏈 律委想從法律著手 直指中資透過在 臺灣的在地協力者 幫忙進行招募面試銷售等業務 還有未經許可 雇用員工在臺蹲點 挖繳產業人才 律委憂心這類的案件 會越來越多 提草案要修兩岸關係條例 修法前原定對岸的營利事業 不能違法在台設立公司 修法後包括透過第三地 來台設立公司也不行 而入資透過第三方違法投資 會挨罰最高2500萬元 修法後連同借名的人頭 也要受到處罰 罰則也將從一年以下15萬元以下 提高到三年以下2000萬元以下 只是大方向喊出來 如何明確定義違法實例 並非簡單小事 兩岸關係從外交到經濟 如何拿捏分寸 很敏感 TVB的新聞話哨品 李婷台北采放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